以一批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青年才俊为主将 给二十世纪初夜中国社会转型期带来哪些新 这些文化与思想的一代先知 又各自有怎样的曲折命运 五四特别呈现 背影新文化运动棋手的命运图谱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所以我也下基层 不光中央台下基层 我下基层一看 我怎么觉得基层很多地方 就是社会已经变成人自为战 各自为战 你知道吗 有些个民营企业老板 他碰见这种碰瓷的纠纷的多了 他就有点像团链 你知道吗 自助城堡 然后甚至有自藏棍棒 刀枪的 就搞了搞了乡军淮军 就都回来了 是吧 没错 难怪他们那么喜欢看中国藩传 对吧 民间企业家特别喜欢中国藩 原来搞半年是学这个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真是有中国的斗争特色 好比说有来碰瓷的 来闹事的 地方上 把一个卡车开到公司大门口 厂门口 你没法上班 然后他要向策划一个战争一样 去策划 要把对方来闹的人气势上先压下去 就是他你请了100个人 我这200个人 200个人就是那边的一卡车 后边装着斧头 装着棍棒 他这边也是一人一把棍子 但他说他请了那个人呢 不敢把刀发发给发给他们 怕戳着命吗 但是他的刀呢 锁在车里 有人拿着钥匙 说对方如果敢用刀 赶快打开车门 这帮人就发刀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这周围看热闹的就是什么呢 林要把这个卡车给他升推出去200人的时候 这边呢 这个鞭炮齐名 李花冲天 就把大卡车吹出去 李花冲天拿着棍棒 就杀出来 我觉得他们这帮真不把这个地方公安当回 把公安当成是清末那个绿营 八旗兵不太管用 是吧 那么你讲了这么多生动的事情 证明现在卫生部跟公安部要严打 非常有道理 对不对 现在很多时候有的是这个政府部门 尼仆子过河自身难保 我跟你说 我听见真实的事情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 压倒一切的这个压力有多么大 交警大队 你知道吗 车祸撞死人了 这个交警啊 去看了一下 最后呢 这碰瓷的就说是交警弄死的 然后呢 抬着尸体 在某个城市 在抬着尸体 到交警大队不走了 最后你知道吗 这个公安呢 研究来研究去 稀释宁人呢 赔了十几万还是几十万 莫为奇妙 就算了 因为闹大了 他领导 他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他就想要稳定 稳定 不能闹 因为你现在你一闹事 你当地领导 首先你得负责呀 那中国现在都是刁民 他不敢坚持原则 不敢坚持原则 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常常不照原则做事 对啊 自己也没什么原则嘛 不过我想这里面啊 就牵涉到一个 就一来就是子东刚才讲 中国的很多的政治 或者政策的执行方式 是动员式政治 对 所以学生说动员 就比如说搞好奥运 搞好世博 到严打什么 都是一种动员的做法 动员的做法呢 都是短期内很有效 但是它不是长久之计 但长久之计是什么呢 就你讲医闹这个事故 为什么最近医闹事故这么多 或者杀人呢 什么 其实你去医院那个口子上 看好医院的保安 然后严禁 比如说你就在医院门口 加那种机场用的那种探测机 对 你带金属 什么打火机都不让 护士现在带钢盔 对吧 这都其实不管用 因为在哪 这只是治标 不是治本 本是什么呢 本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整个医疗体制 问题太大了 你那么多病人 一天到晚从乡里头 县里头 跑到城里头 门口 我们都见过 那种大城市的医院门口 排队排一上午 然后在路边睡 然后在那一呆呆一个多月 然后睡到这个医院的走廊上 都摊开都是病床 然后他每天一个人 见医生的时间 可能就只有一两分钟 医生什么话 也不能跟你多说 这才是根嘛 那些病人 为什么跟家属 要有那么大的仇恨 要来针对这些医院 我们应该想的是 什么样的制度 什么样的环境 使得这两拨 本来不该对立的人 被对立起来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对立 还牵引那么大的对立情绪 是背后的问题吗 你讲的是 所以呢 你知道最近这个求是杂志 卫生部长这个陈竹 写了一篇文章 这里边有点新的 你现在觉悟很高吗 他一向你不知道 他背诵了 求是 我不但觉悟很高 徐老师 我发现 我为国家出谋县的策 卫生部长陈局 都写在文章里 陈局多人家叫 你讲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 哎呀 这还叫觉悟高 你回去好好继续看求是 你看了是美丽岛是吧 陈竹 陈竹 陈竹不讲 陈竹三运行 广告学后见 这觉悟 都打扰 从金融海啸到欧战危机 持续发酵 2012 全球经济是否还被高风险 阴影笼罩 专访世界银行副行长 斯里木尔亚林 英德拉瓦蒂 后攻防风云对话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陈竹 医生部长 是男的 是陈竹 不是陈竹 但是我的觉悟之高 并不表现在我看求是 光表现在我看求是杂志 现在我只看求是杂志 而且呢 就是还表现在哪啊 我过去 我对这个国策的这个建议 我不是在节目里 跟你们说过吗 我当时说 我说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两个诀窍 两个窍门入口处 但你们都不听我的吗 对吧 那你说你记得吗 我说我说其中一条 就是让人把他的工资成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问题解决一半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一个主持人 他真正的财富应该来自于他本职做节目的收入 而不是拍广告 对吗 对 所以我就说没想到陈竹部长听了我的没不一定听我的了 跟我不摸和不摸和英雄所见的 对我给你念念啊 求是杂志陈竹部长他这个文章说的很好 他说到了一个问题 他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以药补医 对 你知道吗 中国的医院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以药补医的机制是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这个共同愿望啊 就是取消这个机制 取消医药补医 他说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崇高的行业 但是在以药补医的机制下 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和医务人员的收入 很大程度上靠这个药品的提成来解决 这叫逼粮为仓 这在陈部长说了 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有的 独一份 加之行业医保和社会等相应监管机制不健全 以药补医的机制逐步滋生出 以药腐医就腐烂的腐 以药腐医的机制 损害了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 广大医务人员希望能够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 通过劳动和奉献 获得合法的有尊严的收入 维护公立医院的社会公平和道德伦理 向社会呈现医疗行业的真实的本质 什么是真实本质吗 救死复伤吗 你明顺一下看 我们去这些公立医院啊 你常常注意到一进门口啊 就是香港人我们当年上去 我们就吓一跳 为什么呢 就这个大厅一堆沙发一堆椅子 上面每一个人都在掉瓶 对吧 那怎么会一来就掉瓶呢 而且是不论你是什么病 大大小小伤风感冒 牙腿一进去先掉 打这个吊针是干嘛 从这个地方开始收你的钱 从这个地方开始要挣钱了 那你想想看这么搞下去 这个医院就跟酒店一样 这个酒店它的主要收入来源 居然是要依靠这个跟小姐分成 对吧 于是逼着所有的进来的客人 你不爱嫖 也得配个小姐到你房里去 就这个意思 当然啊 医生呢 应该比一般的工作收入高两三倍 这是正常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 如果 如果是大城市 如果说大城市 上海北京 一个正常的医生 绝对应该是一万一万五以上 我们讲的非常具体的 护士也应该在比一般的人要高一点 那么高了以后 而且他可以继续往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 他当然不能出医疗事故 他不能被人投诉 他要建立口碑 这个医术要增进 药要根据病来 药不能给他带来直接的利益 这么最简单 因为现在病人呢 一看到医生给他开贵的药 他都在怀疑 他就用一部分钱都到你身上去 对 没错 而且这里面其实还不只是药 我觉得你刚刚讲 陈主讲这个 我觉得是有很重要 但还有一点 就我们现在的医院啊 那个资源太集中在大城市 他不下乡 那变成了 你现在就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就我们北京的公司旁边 那个海淀医院们 对吧 老一帮人嘛 你去过嘛 一大堆河北的老乡 他们是其实伤风感冒 都跑来看 对 你有一些小事 你为什么不能在乡间就解决了他 都要奔城里头去 这就可见 就整个医疗资源分配上出问题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4月13号这一天 北京啊 捅了俩医生 其中有一个捅伤的医生 后来还写微博 他就讲话 他说 这个医生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其实是 Fat RPG的 外边接着 enn�豫 我们听说 这通话 这つная医生